這個不是主動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去年那個教會普查 你都可以看到 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是無點重 你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現在被人救了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去推人 你報警你不要再推人 不公義的地方 公平應該只有地獄才有 公平公義明確實 剛才你說到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擊中改革派送圖的節目 門徒公義 今天是第八十一集 繼續有我Hawy和Eric 大家好 今晚還有阿Jump幫忙做推麥 這樣 這個禮拜好像 終於有些新聞發生了 對 上個禮拜真的很安靜 對 今個星期有一兩宗 先講第一宗 關於香港幼靈堂 幼靈堂 要刷射重建 報紙也有去報道 為免有些讀者不太知道 什麼事 簡單講一下背景 幼靈堂 就是在 現在的 半山 即是位於 半山 堅尼地道的 香港幼靈堂 因為幼靈堂 香港有兩宗 一宗在九龍 一宗在香港 每個星期 我乘巴士回到 教會 因為我們教會 都是在半山 都會經過 一個很有歷史的 建築物 他的聖鎖 和鐘樓 在今年年初 還被評定為 一個三級的 歷史建築 但是 九月 將會拆射 和恆基 合作 重建一個 住宅 加一個 教會 的一棟 建築物 話說 原來這個 香港幼靈堂 歷史很悠久 其實他在 1844年 由 英國的 隆東傳道會 傳入香港 成立 其實他 遷遷過幾次 不同的地方 現指 即是在 堅尼地道的 現指 在 世界大戰期間 遭受過嚴重的破壞 於是要重新建築物 在 1949年 就完成了 以及開放了 到了 90年代 當時 就說 地方不夠 於是 就申請 一個原子的重建 97年 其實已經被 程規會 批准了 但是 97年之後 很快就 亞洲金融風暴 於是 教會 也突然之間 資金有點緊絕 很難重新重建 直到 2004年 他們就重新來過 當時 恆基提出 跟他們合作重建 在戶友大會上 剛剛超過三分二的 法定票數 就通過了 這個重建計劃 今年的9月 將會開始 開工 預計都要五六年時間 重建了之後 將會成為 22層高的豪宅物業 只有45個單位 45個單位 你都想到 很豪宅 天價 會是 而地下至到 五樓 會屬於教會 而這45個 住宅單位 當中 有19個 又是教會 即是遊靈堂 哇 發財 19個豪宅單位 是啊 你想想 我不懂得計 現在有機會 慢慢計 隨時幾千萬 市值最少幾千萬 應該是 甚至不止 你想想 現在一個在半山的單位 隨時過千萬 你再乘回19 19 隨時過億 還未計算地下至五層 本身已經是屬於教會 的留意面積 這筆數真是 算起來很有好處 但是 香港的遊靈堂的重建 一直以來 都遭受到社會 很多無論是教徒 甚至非教徒的一些批評 因為一個超過六十年的歷史建築 竟然說差就差 而且為了覺得 希望財富增值 又是那種迷思 不用這麼快 不用這麼快 做節目 這麼快說 結束就不用做了 究竟這個香港遊靈堂的建築 和歷史價值在哪裏呢 我訪問了城西關注組的 章潮東博士 跟他做了一個電話的專訪 我們第一節會先播出這個訪問 然後第二節回來 我們再慢慢去分析 現在可以了 可以說了 今天主要想問一問你 關於遊靈堂 建築和歷史的價值 不如首先請你講一講 也知道你對遊靈堂也挺熟悉 你講一講建築上面有什麼特色 即是那些歌德式 那些東西 其實我之前在報紙有講過 它的年代上是有一個二年來的 就是戰後剛剛重建的 很短的那個時間 因為在香港的延傳建築來說 就是50年代後的就多些 但是50年之前 即是40年代的戰後建築 其實就不是很多 就是在香港我數得出的不是很多 這個其中一個 第二個就是戰後開始擺脫了一些 我們叫做很正方的石的砌砌 它其實是很跳脫一些的 即是說它那些石 不一定是一個正方的上方 它可能是看影 它可能是有些企何的想像 如果你看它樓梯 中門樓 它那個停車 入柱 它下面的車房 其實它那些都是用這一種石去排出來的 這個是它那個特色之一 它那個唐梯就是小的 它那個唐梯就是石子頂 我想有趣的地方 有趣的地方 我會看到它有些放映的去水的罪管 放映的 其實很有趣的 這個也很少見的 我可以說多一點點 剛才也提過了 即是那些石 即是說花乾石 它那些形狀 和戰前是很不同的 是嗎 是的 其實如果你看回有令塔 附近其實都有一些 譬如說藍車徑 你看到附近都會有一些地台 它那些排斥是一個很正方的 那些是戰前的 但是它會很平衡在一起的 就是它是有心思的 它雖然是有很多不同的斜面的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斜面的 它會很平衡在一起的 但是它是有心思的 它雖然有那個不規心性 但是它是有心思的 這一種就是我所說的 它是跳脫了 即是之前的那些很放映 很有架構 就是很有解釋的架構 嗯嗯嗯嗯 是 這一種的荒人石 例如在香港現在的其他建築 還有沒有機會看到呢 如果香港的建築 就是那個年代 有一點點規則 有一點點規模的想像 就是 我舉個例子 就是有兩個人 其實可以舉到 如果跟它同期 就只有一個人 我想到 就是 我們銅鑼灣那個 避風堂 有一個 以和放炮那個地方 哦 即是近海 是 近海那裡 那個 那個炮 麗炮台 那個是 四年代 即是之後重建 是 是 是 另外 遲一點點 但是有 很不規則 五年代 就是 大 那時候叫做石澳 石澳 石澳 即是香港那邊 石澳 那邊 南區 石澳 石澳 那個 五年代 那個是 零代組 那個是 是 是 那算是 近去的那個年代 又是 即 不是 距離於 很規則 就是 之後去到 六年代 很多這些 那些 七年代 是更多 那些就太普通了 就不是說 什麼 但是你說 那次造星 就是 那個原始星 就是 這個 做物 可以見到 因為 第二次 就是這樣 砌 最早 都是這一個 最早 最早 已經 全香港最早 真的 是啊 因為最早 是 不是這一種 這樣排發 是要戰後才見到 這一種 這樣排發 我找不到 戰前用 這樣排發的東西 那這個真的 非常之有特色 真的 是啊 因為他49年了 他算是 是 就是 早 一些的東西 算是 但是 我會有 奇怪 因為我沒有 完全去搜尋 他 因為他應該有幾個堂 那我見到 還有他應該有幾個建築年期 因為我見到 今天 有報導 就說 那個 牧師被人訪問 你不知道他被人訪問 但是 我有說 他們的堂是 195年起的 但是 我自己 他看的資料 就是1949 那我就沒有 他很認真地看 哪一塊是1949 哪一塊是1949 我只知道 他49年 那個堂開幕 就是這樣了 但是他自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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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 就說 他們是 所以 所以我 其實 不確定 究竟 哪一塊 哪一塊 是1949 我就不知道了 好 另外 也想問問 那個中樓 中樓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因為其實 除了教堂的部分 中樓的部分 同樣也是今年初 就確認為這個所謂三級的歷史建築 教堂裡比較多人說 中樓 他有什麼歷史的 或者 建築上面的特別的東西呢 有 我就看 因為其實 我記憶就是 在 港大對面 聖保羅 學書院 它都有一座 就是類似一些 正正方方的 然後 那個頂 又是那個 中樓的建築物 但是它那一棟是高一點的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我會看的是 當年 教堂的特色 是大很多 因為 剛才美國 40年代 其實是 比30年代 美國中樓的教堂 因為其實那個教堂 比講完就是 他比30年代 那些用很大的槍 他又更加進入了一步 就是 它那個 玻璃片 變色大了 你會見到 它旁邊 那個 融的玻璃 那個 透明度 是高了很多 那這個是 它當時 也算是 又是 時代的 一樣東西來的 就是我近來 你看到 那個教堂 其實旁邊是很多玻璃 很大的玻璃 大玻璃 是 是很大的玻璃來的 就是 你可以很慌 通透到 看到它整個代龍 那這個是 比較 特色一點的東西 就是 掛視到的東西 那 中樓 中樓我有發覺 我又覺得它對整科科 我又看不到它很多 elements 它當然有 我講的那些 用一些 不愧得之的石 去構成那個幾何式的 那個砌 那個石 那個中樓就是這樣砌 那 那 我只會看到它就是 它就是做好些認識 就是做一些 因為其實 中樓我不知道它 是不是就是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牧師說了 五年的那塊 那塊 你明白我講什麼 因為它其實是 中樓是一塊 然後教堂是一塊 是啊 我 我看Wikipedia 就說 教堂就是49年 重建完成了開網 那 那牧師就說 五年我 所以我猜 其實 牧師說的 可能就是中樓 那個舊 就是五年 哦 OK 那你再說回玻璃 或者說回玻璃 就是 剛才提過 原來一個這麼大的 或者 扣密度高的玻璃 原來在戰前 就反而 就是 不多的 就是不多的 不多的 你提回 譬如說 你提回 你提回 中環界的 那個 其實是大槍來的 就是會落地的 就是 它是 它的槍很大的 那 其實是 我們包口的那些 那些特色 包口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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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些 不要 它 有 那我 不知道 它是 我不見有改動過多少 我現在看上去就是 它的石的建築下面 是有很大美麗的玻璃花 其實我不知道它是否有改動過的 但是我現在看上去 它那個堂口 這個是我看到它的很大的真實 換言之 其實由它那些石 甚至窗設計上面都見到 其實當時來講 它的設計在那個年代來講 都已經是很滑時代下 是啊滑時代下 因為它除了我看到它的玻璃面 很大之外 它其實有些細窗 它那些細窗是用過空洞式的擺裂 就是說它下面就是大玻璃 但是上面其實的窗不是原身的 它有些洞 就是它會有一格子 就會有一粒兩粒 一粒一粒在上面 就是縮光的 上面 這個都是 不是 就是不是戰前你會看到的 那些設計 就是戰前又沒有這種細窗 其實是 戰前不會那麼跳脫 就是不會那麼難以準 就是你戰前的可能會是 那些窗是公公正正的 不會說在這個牆上有一兩 就是會有一些塑膿的窗 這樣在那裡 好 不是公正的 就是它是有少少 有少少幾何的 那它的感覺是 嗯 是 好 另外也有一個問題 是關於這個三級歷史建築的 就是三級歷史建築 就是都可以重建 拆毀這件事呢 就是 就是 香港來講 三級 就算它今年年初 評定了做三級歷史建築 但是都可以 就是 靠過這種 和發展商合作 就將它拆毀 再重建 就是 其實會不會是一些 就是在歷史的角度來講 是比較可惜呢 真的 很可惜 是啊 就是 我想有幾個層次的 可以看的 就是 如果 它是 大家都是三級別種的 嗯 如果它是 私人擁有的 嗯 那它要拆毀 就像統德那樣 就是我真的控制不了 是嗎 是 那我都覺得很可惜的 是 我都希望 會有一些對的方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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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應對這些 這些 這件事 但是政府很明顯就是 不會做 是不是 一級它都不一定會做 香港三級 是不是 那 但是 如果這一個是 政府物業 那它有不同的 因為 起碼那個保留機會 高的 舉例 DNQ來三級 嗯 那個警察宿舍 那差不多 可以整個都保留 那因為它是政府的 是吧 嗯 所以 它是政府的 而其實 這一個是 兩者之間來的 因為它其實 它雖然是私人 但是它其實 本來是主要的 嗯 所以原來它是 一介乎政府的 東西 與私人之間的 一樣東西 嗯 嗯 那其實 你會想的就是 那塊地 一開始批出來 就是做 它是一個 它下面就是教堂 嗯 是吧 嗯 但是 你會看到的就是 很明顯 那個櫃 不是一些 應該是一些 一些 套餐出來的東西 就是 那個其實是 還給那個教會 去棄教堂的 但是 那時候 就是 沒有這個 套餐出來的東西 那 那 雖然它那個教會 是給了錢的 但是 其實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我會見的是 NGO 其實它的身份 應該是 並不是一個 私人 業權 擁有者的身份 它應該有 作為 NGO的 一個社會責任 所以 其實我會看的 在 這件事裡面 理論上 它 我不會 它是一個私人 業權 去看的 我會比較 偏向它 應該會有 那個 公有的 那個責任 就是政府 民業的那些 那 所以 我會想的是 當年 1999層 應該會 批准它 那個地 用途 我會覺得 是一個 決策上的 一個梳法 嗯 因為 高天強 昨天都提過 類似 博士這樣的說法 就是 前股知會 阿誠的高天強 他就說 當初政府 其實 用一個 正式的地價 批地給一些 NGO 或者一些 宗教的團體 那樣 可能對一些 NGO 或者宗教的 用途 不是說給它 賺錢 但現在就覺得 咦 你游靈堂 就是 批過可能 跟一些地產商 合作 重建 賺取一些 利益 似乎 他會擔心 那萬一 這個例子開了之後 那 香港就有其他的NGO 有其他的 宗教團體 那可能 他們的建築 都很有歷史的特色 但如果開了這個 先例之後 那又可以 效法這個 這個游靈堂 和這個行基 大家 合作 拆卸 再重建 就是擔心 這件事 就會令到很多 有所謂歷史 建築特色的 古蹟 一一會面臨 這個 的威脅 那博士你仍然 認同這一種的 說法呢 是啊 所以我會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 承規會這個決定 但是 承規會這個決定 就是我覺得 政府 在政策上 都應該要有 一個針對 承規會理論上 是一個 半官房 任務員 就是政府 appoint 的人 但是我想 它是想令到 比較獨立性的 一些 但是我覺得 政府本身 是應該有 一些政策 是去 去 專題這些 一些東西 是的 特別是 針對 有估值的 的 這些 批要出來 主要的地方 是應該要 有一個 針對性的政策 去保存他們 好 明白 明白 好 那張博士 我們暫時就談到這裏 如果日後有些關於 遊靈堂 或者其他一些 有歷史建築的問題 希望都能夠 到時再請教你 能夠給多些意見 好嗎 好 再見 拜拜 我相信 有些人 沒有 我相信 不然 我相信 我相信 沒有 不然 有些人 他們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